主人过世 忠犬不离不弃 在城市里 有一位姓梁的居民 他每天早晨都会在偏僻安静的巷道内慢跑 有一天 梁先生早晨慢跑时 经过一间空屋 无意间发现了一只黑狗倒卧在后院 两眼无神 奄奄一息 受到只剩皮包骨 眼神如同向人求救 哎呀 这可怜的小家伙一定是饿坏了 小家伙 你等着 我去买点东西给你吃 梁先生看到后内心觉得不忍 于是便带着香肠来喂养这只小狗 小家伙 过来吃吧 你慢慢吃 不要噎着了 吃完食物后 小狗恢复了力气 他快速地跑到院子里 一台机车旁蹲下守候 似乎是在等待机车主人来带他回家 看来这里就是他的家 这台机车应该是他主人的 可是他的主人去哪里了呢 小家伙 你的主人是不是出远门了 要不你先跟我回家 你总守在这儿会饿的 好吧 你就在这儿等着吧 明天我还会带吃的给你吃 于是 梁先生每天早晨出门慢跑时 总会带一些香肠来喂这只小狗 然而有一天 梁先生又来到这家后院喂小狗时 突然间闻到了一股恶臭味 嗯 什么味道 好臭啊 这股恶臭味道似乎是从屋子里发出来的 当梁先生确认那股恶臭味是从屋子里发出来时 他直觉有异种 这屋子里究竟有什么 为了一探究竟 梁先生第二天约了朋友一起来喂小狗 哎呀 怎么这么臭啊 这个味道是从屋子里传出来的 我们把门打开来 看看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 于是 梁先生和朋友一起推开门 当门打开好 他们俩都被眼前的机枪吓坏了 天哪 好恶心的臭味 啊 屋内有一男子倒在地上 扑鼻的尸臭令人窒息 是 是死 是死人 快打电话报警 警察先生 这屋主过世了 小家伙 小家伙 你的主人已经死了 你的主人已经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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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 警方查出死者为二十九岁的陈姓男子 是屋子的主人 也是 狗狗的主人 平常生活困苦 屋主应该是骑机车在狗道住之后 死于屋内 由于小狗不知主人已死 所以仍在门外看守 不愿离去 等待主人出门 有句俗话说 狗不嫌家贫 他们只要认了你 就会忠心向来 不离不弃 你的狗或许不是你的全部 但对于狗狗而言 你却是他的全部 在这个世界里 不出忠诚 才会收获忠诚 奉献爱心 才能享受真爱 无论是家人 朋友 甚至是一个陌生人 皆是如此